面粉别做馒头了 今天用一碗面粉加三个鸡蛋 和大家分享一道美食 外酥里软 做法简单 营养又好吃 下面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盆中先打入三个鸡蛋 再加入150毫升的温牛奶 加入两勺白糖 两克的食盐 增加面粉的筋性 四克的酵母粉 充分地搅拌均匀 搅匀以后往里面加入400克的面粉 搅拌成面絮状 再加入10克熟油 下手给它揉成面团 揉成一个偏软一点的面团 面团上面刷上一层食用油 防止风干 放入温水里发面一个半小时 这时候面已经发好了 里面满满的蜂窝组织 面板上撒点干面粉 将面团移到面板上 再充分地给它揉做光滑 再给它整理一下 用刀一分为二 取其中的一份 直接给它搓成长条 再用擀面杖稍微给它擀一下 再把两边整理一下 用刀给它分成相同等份 取一块 然后再取一块放在上面 用一根筷子向下按压一下 这样就可以了 全部做好放在案板上松弛一会 锅中多倒一些食用油 油温五成热下锅炸 开小火慢炸 炸至底部定型 用筷子擒翻面 一定要小火慢炸 这样才不会糊 而且外酥里软 最后炸至表面金黄就可以出锅了 炸好之后装入盘中 这样做的小油条简单加长 外酥里软 非常的柔软 刚早餐营养又好吃 里面非常的柔软 做法也超级简单 一看就会 喜欢的朋友收藏起来试试吧